有了这个定时火锅专制 小鸡的数量明显少了好多 再也不怕小鸡疯狂防止 造成电脑超卡啦 小伙伴们 也快快在你们的宣传见吧 各位的小伙伴 看看上机即将宣传视频就懂啦 今天我们的任务 继续修建米耿动物园 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一定要邀请他来做售票员 工资方面 免费哟 免费是不可能免费的啦 姐姐那么土豪 工资1000克钻石 包吃包住 而且我私人定制 帮你设计售票员城堡 诶 怎么回事 城堡好像有好多猪头 难道 我去 售票员我要当售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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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你们太丑了 拜拜 你们守着半锤 守五主导 舍弹三名的霸主 不是我委屈当售票员 请回吧 你的意思是要拒绝我吗 你想清楚吗 哎哟 打哥们 不是拒绝 是没位置啦 有三名小伙伴 报名当我售票员啦 哼 兄弟们 他不让我们当售票员 那我们就当动物园的主人 抢啊 抢啊 啊 可恶啊 关电话是真想 勉强啊 问过我的大宝剑没 啊 打打打打打打 为了帮小伙伴 守住售票员的名额 本姑娘要使出 重小梅子的利器 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喊爹喊娘的 哼 假装的睡觉也不会放过 哼 全部给我回去垢洞里 哼 累死我啦 经过一番功夫 总算清理干净 城堡里面太黑 太容易刷怪了 不是单小伙伴的 售票员家园 我还是另见 售票员家园吧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得做些陷阱 保护城堡才新 正好我旁边就是桃林 多收集点竹子 然后喂养熊猫 可以得到空心的竹子 这样就能合成 第一次和生活感压板 和防僵射一样 地面放满第一次 投入生物感压板 只要凑注意刷新 扎着扎着就狗呆了 可惜第一次数量有限 改天有空 我再好好收集吧 另一座城堡也搞定 一段时间内 还是能防备不少的怪物 只要不是包包团就好 嘿嘿 蛤 忙活一番 取出箱子的印象块 干正事 给小伙伴见售票员家园 开工开工 这次我要设计一只 可爱又冲动的家伙 两只红色的小脚 配上黄色圆嘟嘟的肚子 你们猜是什么家伙 姐姐 不会是小花人吧 啊 不是 是迷你世界里面的生物 迷你世界的生物有黄色的 那就是熔岩巨人 啊 熔岩巨人哪是黄色的 再看看 这像谁 这 这 我知道 是一些超人 哈哈 越猜越离谱 看我魔术吧 噔噔 就是可爱又冲动的当当 这么凶环的设计 估计来米肯动物园玩的人 都不敢逃票吧 里面我也专设好了 小伙伴放假了 来做作业也行啊 那姐姐我最关心的是食物大餐吗 嗯 嗯 这个 暂时还没有设计 妈妈来 等我设计玩米肯动物园 再来安排美食间 售票员免费吃喝 哈哈 小伙伴们 你们想来当售票员吗